已经完成之后的话公式长这样 其实另外如果我说你想要用别的公式 我在这边其实大家有别的方法 什么方法? 其实你们可以插入函数的时候 可以在文字里面可以看到 其实还蛮多函数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 其中的话 我在云端白板上面也有提到一个函数叫concat 那这concat实际上它有点像是什么呢? 有点像是我们刚刚那个串接的时候是用and的符号 但是如果你假设不想用and的符号的话 其实你可以用concat拿来取代 也就是说你不用那个and的符号 用concat一样可以做串接 那它这个concat你可以看到它其实底下有个叙述 就是把文字1,逗点文字2,逗点文字3 反正就一直串就对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如果假设你用concat的话 其实你可以想象成 这边总共有一个文字 两个文字3个文字 4个文字 然后5个 然后后面一样 所以你可以把它全部串在 所以如果假设你用concat的话 那其实就是可以在旁边这边练习 你可以插入函数 假设找到那个concat 然后你第一个文字是09 所以你打09 有没有 然后它就会有第一个文字 第二个文字是什么呢 11 所以你就把这个加上去 第二个 当然你也不用不一定要全部做完 你可以一边做一边显示 然后第三个是要加什么 你可以油标再放上去 按下插入函数 第三个呢 就是减号 减号的话你就是双引号 一个减号 然后后面的话呢 就是再加什么 REPT 有没有 所以你可以再把刚刚那一串 重复repeat REPT 钱瓜糊 然后重复几个0 然后根据什么呢 用3去减掉 算一下呢 它里面有几个字 哪个有几个字 这个有几个字 OK 然后呢 后瓜糊一个 后瓜糊两个 好 那这样就补0 那补0之后的话 再下一个就是什么 再下一个就是这个 再去补那个G4 OK 不过你会发现 这边会有个问题 它最多呢 可以就把它一直串 那你按确定之后的话 其实就可以看到结果 那一样的方式 继续再把它串 往下串 所以往下串的话 基本上就是继续逗点 一直往下 那往下的话 你会发现这个卷子在下面 它最多的话 可以串254个 OK 所以后面的话一样 那就是什么 再加个减号 所以你可以把上面这个加进来 然后呢 AND什么呢 ANDREPT 所以这个再把它往下卷 贴到下面来 不过看起来好像 虽然说也可以做出同样的效果 但是好像占不到便宜 所以你说用那个 这个 这个H4 用concage 最后做出来结果 也是可以跟这边一模一样 但是比起来的话 好像也似乎没有比较简单的感觉 为什么 因为它变成说 它就是利用concage 把AND的符号取代掉 所以这个仅供各位参考 如果你觉得这个方式 你觉得比较习惯的话 那你可以用concage OK 好 那 可是还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 我建议你可以把这个 综合练习工作表再复制一个 所以这个我就先把它 复制的方法很简单 拖拉加Ctrl键 拖拉过来之后 按住Ctrl键 这个时候的话 它会出现加号 你把它放开 放开的话是放开那个滑鼠的 左键 放开 这个时候就多一个 叫做 综合练习瓜糊2 那请你把 瓜糊2的部分 改成叫 TEXT 那也就是说呢 我假设换另外一个 如果不用concage 也不用这个 and的符号的话 那我该怎么做 我把这边先删掉了 选这个 delete 好 然后这个也是这样 把它选起来 那选把它删 我看不用删掉了 我们删部分好了 因为 这边假如说 我要把它变成三码的话 其实有另外一个方法 更简单 哪个方法 这个有点像是 拿那个格式 把它转换成文字的概念 那什么叫格式转文字 基本上呢 如果我假设 希望这边变三码的话 比如这两个变三码 选取这两个按右键 储存个格式 你可以找到那个格式里面 你可以设定它的规则 按右键 除了格式 那这边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有个自定 自定的地方 你只要输入 把自定的这个类型 这边有一个可以输入公式的地方 给它三个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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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意思是什么呢 意思是说 我要三个数字 如果没有三个数字的话 不足的部分呢 你就帮我补个零吧 按确定 OK 你会发现 084 007 但是跟各位讲 格式 基本上呢 只是表面上看到的 所以哦 里面上实际上 还是84 它其实并没有变 有没有 084 表面上是084 但实际上里面还是84 那 可是呢 如果我今天希望 我要真的让它变成084的三个文字的话 那这个时候呢 你要想到一个函数叫做TXT 这个TXT函数非常的重要 因为很多地方 假如你不会TXT函数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取得你想要的这个文字资料哦 OK 你也没办法把那个资料的格式化结果 把它真的取出来哦 所以有的时候你表面上看到的 你奇怪我怎么都取不到 像现在看起来好像三个字 实际上它里面只有两个字 两个数字哦 所以呢 如果你要真的把84 变成084 也就是说哦 你假设真的希望把84变成这样的话 而且不是表面上哦 是真实的话 那你需要用到TXT Test 那怎么做哦 这里的话呢 还是需要刚刚的类似的功能 所以我把它Ctrl-Z好了 Ctrl-Z是复原 Ctrl-Z复原 那如果我要把84变成真正的084的话 插入函数 这个时候呢 就不是格式哦 而是用到一个函数 也是一样文字类里面的叫TEST Test 按确定之后的话 然后呢把Value 它有两个 需要给两个参数哦 那第二个 第一个参数的话是Value Value的话它是说 要给我一个数字哦 或者是一些相关的资料 那我给它一个84 过来的话 它会是84的数字 那数字跟文字最大的差别 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的话呢 基本上它前后没有双引号 那表示它是一个数字 如果有双引号的话 那就是文 如果没有那表示是数字哦 那Formate Text是什么呢 就是格式化的语言 那记得呢 如果你看到有Test的话 那记得呢 请你在前后加上双引号 移到中间 输入三个零 一二三 这三个零 输入的规则 跟刚刚的那个格式的部分设定是一样的哦 有没有 我们在制定里面输入三个零 那其实两边是相通的 也就是你把那个规则放在这里的话 那它其实最大的改变在这里 各位可以看到哦 最大的改变就是说呢 这边哦 本来是84的数字 经过了这个规则之后的话 它变成这样子 084 有没有 那前后一定有双引号 OK 那按确定之后的话呢 我们得到的结果就会是084的文字 OK 所以按确定之后的话 那你可以看到 它就变084 另外的话 请各位注意一点就是说 它的对齐方式 如果呢 假如呢 它的资料 是文字的话 那它一定是什么 靠右对齐 靠左对齐 是文字 那假如说呢 它 这个084假设是靠左对齐的话 那 表示它里面是数字哦 这个可能要特别特别注意一下 好 那我们完成之后把它向下填满 你会发现 底下 全部都格式化成3 所以呢 我们如果假设要把刚刚的公式改 那怎么改 请你在 end 那个 rept 把rept 前双引号 三个0 000 后双引号 后刮弧 好 那跟各位讲 这样公式打完就打个勾 你会发现 084就出来了 那007怎么出来 很简单 就是end一个简单 然后呢 一样 把这个公式再贴 那贴上之后呢 一样把这个g4 改成h4 这样打个勾 这样就ok了 好 那向下填满 ok 那底下的话呢 就全部呢 通通完成了 那相较之下 如果你把刚刚rept 加len 跟用一个test 来完成的话 你会发现 显然test函数 会简单非常的多 也就是说你将来要挤码 有没有 其实你就是看你这边 format test需要几个0 他就会挤码 不足的话 会自动补0 所以相较之下 好像test是简单比较多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练习看看 所以刚刚的重点 我跟各位回顾一下 第一个 在这边呢 我是另外再补充一个 叫concat 的一个函数 如果你觉得不ok 没关系 你就大概知道就可以 不一定要练习 然后第二个的话呢 请你主要是这个test 那你可以在旁边先练习一下 比较重要的部分就是说 他的资料 跟他的那个format test部分 也把它加上去 OK 那这边请各位先试试看 呢 那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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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我 你 我